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都知道內湖交通是黃三生的弱點 可是內湖交通這件事情的節奏 居然是被陳時中拿走 他不是講柯文哲說沒救了 柯文哲沒救之後他提出一套政策 你可以贊成或反對 可是議題設定 這個議題被陳時中設定起來了 如果講完要幹嘛 你要反攻回來要搶回來 選舉我不敢講百分之百 可是大多數的選舉是這樣子 誰掌握節奏 誰掌握選舉的節奏誰會贏 除非出現了很臨時很意外的狀況 所以他現在改變變吵架節奏 可是他吵架也沒有節奏 柯姐關鍵是你要吵架也可以 可是他的吵架沒有節奏 因為你記不住 吵架也可以 如果你要把吵架當作是一個戰術的話 關鍵是你要讓人家留下印象 你想派系不是問題 這幾十能量派系被講爛了 派系所有的故事我們都可以講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昨天為什麼會在昨天 因為周開放寫了這個報導 他趁勢操作派系鬼類 當然昨天最嚴重的是 夏立妍去跟中國靠頭 他根本連罵都不敢罵 他還護航 還罵陳時中 夏立妍說台商求情 陳情這個鬼借口要去中國 沒有人相信 蔣萬安去罵陳時中 說他最重要沒有批判力 大家都已經一頭無水 結果他還罵陳時中是傀儡 這也很奇怪 所以你在看整個選舉節奏 三組候選人裡面 你現在只剩下看到 我不是說要幫時中講 我說在台北市這三組候選人 你現在只看到陳時中的節奏 好像只有一個人在正當的選舉 對 連黃珊珊都消失了 黃珊珊為什麼消失呢 是因為他還沒有辭職 那我們要問幾位都懂選舉 兩位都是 我們今天來的民進黨的三位 這個都是不同的派系 三位委員 但是現在大家主要合作 幫陳時中 你們的不分區的那個發言人 楚英跟那個莊瑞雄 就很清楚 而且莊瑞雄不是算 犯英系的嘛 對不對 哪裡有英系跟什麼 到底目的何在呢 曉慧 我覺得周刊 我覺得今天講話這樣回答說 陳時中是派系的傀儡 我覺得周刊王會哭 為什麼 因為周刊王 其實他設定了一個很好的題目 他本來想要說 把這個團結的民進黨的 這個臺北市團隊 用這樣子見鋒 他在把他裂解 最重要是把那個認真的總幹事 吳思瑤 最好是把他打下來 把他汙迷晃 吳思瑤就是做工的人 坦白講總幹事 就是剛剛東浩哥說的 我們就是把一切都整頓好 鋪排漂亮 生日蛋糕做好 但是讓候選人當那個主角端上桌 讓所有的spalight在他身上 其實思瑤做到的是這樣子 所以他就根本就做工的人 所以我完全飯也沒有吃等等 是這樣的狀況 可是就是做得好 所以人家趕走 因為吳思瑤架空 那其他人就說 吳思瑤 好可惡 我們把吳思瑤拉下來 結果我覺得蔣萬安 真的是很不會接球 我剛剛本來聽到吳思瑤 這樣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你看 蔣萬安說派系 本來你應該從派系這邊 再繼續切下去 看能不能真的把吳思瑤挖掉 結果他自己把球又轉成了 陳時中是派系的傀儡 傀儡這兩個字 大家一天才聽到的這是誰 就是總幹事說的 現在聽到傀儡 臺北市的傀儡 就是蔣萬安 因為大家之前就說他沒有內容 沒有靈魂 沒有政策 所以就很像一個木偶 就是人家傀儡 傀儡已經講多久 他怎麼會 他是不是聽太多 聽太久 所以不知不覺的 在回答媒體的時候 就不小心講出來 那這一局就破掉了 那好不容易周刊王 人家幫他鋪排了一堆的 這個東西 他自己又把人家搞砸了 我覺得這實在是很不會打選戰 坦白講 那我覺得剛剛講了這個 我們對他的說法的回應 也說了對思瑤的看法 我覺得我也想講講 在那個立法院 我認識的蔣萬安蔣委員 因為我們是同一個委員會的 你們都未還 我們是同一屆 第九屆的時候進去 然後現在是第十屆 所以現在同事第六年 那同事第六年剛好又兩年是在同一個委員會 所以比較有機會晉身觀察 其實我蠻喜歡他的 他就是一個很有禮貌的好孩子 所以平常我也不想多批評他 可是我確實在這段六年當中 看過他人設轉變了幾次 就是每次大家認為他要選 臺北市長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聲音 說他不夠辣 不夠硬 沒有領導力 然後他就會開始在那段時間開始對不對 跳上那個前瞻的時候 對對對 就是會開始跳上那種杯葛的現場 第一線前瞻的時候跳了一次 然後美牛的時候跳一次 可是因為他的形象 美豬的時候跳了一次 那本來他的形象就不是這樣 所以當他跳到那個主席臺上面去 然後在那邊打雜水球等等的時候 看起來很硬 可是就不像啊 所以其實那個民調就都沒有衝高 已經試過了 他每次這樣轉變的時候 其實反正他那個被大家喜歡 那個帥哥 溫暖 溫涼公減讓的形象 就兩邊就不討好 所以民調反而就都掉下去 所以每次都是試了一次以後 很快你就會看到又轉型 又轉回來原來的樣子 我們在立法院已經看過他轉兩次了 所以他現在又變成戰狼的 這種個性的時候 其實就是演不像 那本來就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看叫他講 他也講不出這種很辣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叫他說他是名嘴 這個還有一點 各位在這裡才是名嘴 他有這個等級嗎 他也沒有名嘴的程度 他連名嘴程度都沒有 張文燦市長 你不要提拔他 這就不是他的強項 因為那時候要兩年 他根本不敢上節目 我們節目邀請他多少次 兩年前就開始拒絕了 所以真的連名嘴程度都沒有 等一下我要打電話給鄭文燦 不是在節目裡了 實想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要亂打電話 他這個真的是節奏 寇姐說得很對 冬曉哥說得很對 選舉要有一個節奏 我覺得他其實真的沒有掌握到節奏 但到底他在想什麼呢 其實文燦市有點客氣了 那等一下我們要請教師傭 就是你們的政策這個小組 跟總幹事跟發言人系統 還有那個副主委 大家在這一個月當中 在不妨礙你們的機密的情況之下 告訴我們是怎麼運作的 然後阿中是怎麼跟你們協調 然後找出主軸的 等一下再請教 還有你們的小編到底怎麼回事 居然被蔣萬安誓破 說是從小編可以看到是個傀儡 好請教余北辰將軍 你應該很瞭解蔣萬安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蔣萬安前一陣子說 他是萬華的 是他造成的要道歉 不夠 接下來是中共投入人 後來是綠色青蛙 今天被傀儡 蔣萬安 我覺得他現在是左 向左邊靠也不是 向右邊靠也不是 走中間也被罵 為什麼 因為你自己的路線已經不見 大家回憶一下蔣萬安 在二零一六出來的時候 大家對他是形象清新 然後蔣家終於有一個人出來從政了 然後又不靠蔣家 又靠自己 國民黨對他也沒有釋出很大的善意 他走出自己的路 可是到了新年二零二二年 他完全回歸國民黨既有的道路了 也就是說所謂比較鷹派的人講說 你太軟了 那我就硬一點 那硬一點不是叫你罵人 硬不是叫你罵人 叫你硬一點 強一點是說 你把你的牛肉端出來 你的政策端出來 你對於柯文哲這一八年的執政 有什麼缺點 有了缺點怎麼改進 這叫做硬 叫做政策方向立場堅定 叫做硬 而不是人家戳你一下 就跟毛毛蟲一樣 戳一下轉兩圈 對不對 然後再又站起來說 我還沒到 毛毛蟲是戳一下轉兩圈 對 毛毛蟲戳一下轉兩圈 他會再繼續爬 我們小時候是這樣玩毛毛蟲 頭都忘了 你不能跟毛毛蟲一樣 對不對 你要非常的堅定 你的意志要很堅定 然後你對於這個陳時中 你對於柯文哲不是不能攻 但可以攻擊 但是要打蛇打七寸 打到重點啊 你說柯文哲有什麼問題 陳時中的問題 你打清楚 打精準 你根本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就跟這個中共打飛彈一樣 打了十一發 你打哪裡嘛 對不對 你打哪裡 這倒楣的是海龍王 這是我的魚蝦沒問題 你打我的魚蝦幹什麼 對 不要去打蝦兵蟹將 你要打蛇打七寸 打到關節點 那麼為什麼打不到 那沒有情報 不知道關節在哪裡 那他說沒有這派系 怎麼會沒有派系 我以前在軍中帶兵 當然有派系啊 對不對 姓王的聚醫團 住臺北的聚醫團 住在苗栗的聚醫團 但是一團一團同鄉嘛 那你可以說 這個部隊充滿了派系 當然有派系啊 可是對著國家 面臨危機的時候 他們的思考是一致的 愛國家嘛 那你一樣 哪個政黨沒有派系 你說國民黨沒有派系 見鬼的國民黨派系才多 我跟你講 國民黨有客家幫 對不對 有新住民 有原住民 國民黨派系可多了 有婦女會 有青年會 太多會了 對不對 青年會年輕的 像我們老人就不能進去 對不對 那老人會 我們這辦 辦吊子也進不去 所以這很奇怪 怎麼會沒有 當然有派系 所以你覺得他為什麼要打傀儡派 對 因為他說 陳時中你都沒有主見 你都被人家牽了走 其實打這個牌 他有票嗎 最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這個候選人 太鼓摸 真的很怕 我輔選過 我輔選過很多候選人 我最怕我去輔選 候選人 他好有意見 你知道嗎 明天我們到大溪 整條街把他掃完 不要啦 太陽很大 很熱 我說你這要選舉 還是我要選舉啊 對 好啦 去 去了以後 水咧 那個洋傘帶了沒有 我最怕這種候選人 那我們輔選 最好的候選人是沒有意見 就是我安排你走 他就走 然後沒有抱怨 剛才都好講的 對 放空型的人 他就走 演員都聽大家的追加意見 你怎麼講都好 就走 然後走完之後 他說那明天去哪裡 我們最喜歡這種候選人 那反而我們會害怕 為什麼你知道 你全部相信我 你要負責任 對 反而讓我們這個操盤的人 很緊張 萬一到時候票開不出來 我怎麼辦 都聽我的 我們還問他說 你要不要給點意見 沒意見 怎麼做怎麼好 這就像三國時代一樣 那個劉備 最弱就是蜀國 那劉備 這個蜀國為什麼到時候沒有滅 那把諸 把諸葛亮找出來 把孔明找出來 對 孔明一出來 你看劉官張 哪個不是地方一霸 官非 那個張非跟炸彈一樣 對不對 諸葛亮一講說 就這樣 少廢話 就這樣做了 所以才讓蜀國可以三國鼎立 如果當時沒有從隆中把諸葛亮請出來 就蜀藻就滅了 所以你要不要分析一下 為什麼他們想挑撥離間 吳思瑤跟殷襲的關係 想要把吳思瑤給棘手嗎 這民進黨跟國民黨 因為吳思瑤表現太好了嗎 還是怎麼回事 告訴吳思瑤一下 你從軍中的分析 他太努力了 他太努力了 你知道讓敵人看得不舒服 對 讓對手看得不舒服 對手心裡想你不要這樣搞 你這樣搞到一點多 我說我怎麼睡覺啊 對不對 我們十三千歲 晚上時間到底要睡覺啊 你搞到一點鐘 我們老人家不抗這樣折騰 我們是坐神桌 接受這個香火祭拜的 不是在這邊幹活的 對不對 俺是坐轎子的 我不是抬轎子的 對 那當然讓人家壓力很大 所以這是吳思瑤的不對 太努力了 對不對 你一天吃一顆蛋 你讓這些老先生吃一顆蛋 會免不良 不行 讓他多吃一點